全美中华妇女会9日在Milpitas举行年会 由妇女会姐妹大合唱 揭开了活动的序幕 新旧会长交接 有住旧金山办事处处长赖明奇尖交 满任会长姑韶生将应信交给新任会长吕芳云顺利完成交接 赖明奇也带班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贺状给予吕芳云及感谢状给予满任会长姑韶生 当日出席乔务委员有吕玉珍、魏德珍、湾区社团代表乔领 会员眷属300人共同出席盛会 然后安排到驻呀 驻有舍失may着市场 驻有高推造甲哲宋 然后新极地产同国出席华运会 还有幸福大员委员会的活动 三年运渐ems 现在复免会少有活动 如今一定行转得了 依然变成车中 至于是中华民国 开了两个中华人员 提侦奉美权益 照顾弱性的案件 中华复免会的 真的是我们青山外区 非常重要的朝团 我们中华复免会的 所有的会员和留财机器 不管是在各个 我们的小姐都可以看到 我们中华复免会 所有的代表干部们 为桥社再付出跟空线 巡礼也颁发青年学子奖学金 近四位学生获奖 李新龙也代表获奖学生致辞 表达感谢之意 大会也安排了精彩的余兴节目 包括了舞蹈及歌唱表演 增添了欢乐氛围 另有合唱及团体排舞 与会者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年会活动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 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